披挂门的弟兄 披挂门的弟兄 有怕死的没有 没有 好 关门 赫采 我们可是官府 周先生 你吓着我了 这二十年来 还没有人敢对赫家 如此重重 你们知不知道 我家今天在办丧事 让你们两个活着走出去 老子在上海谈可没法交代 喂 周全 电话 我 电话 我 我 我的 您好 周局长 我是马棍 不不 马棍 对 我是周局长 不 周 周全 误会 二少爷 误会 误会 快把枪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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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枪放下 孟主长在西洋路 被探口袭击 马国恩叫我们赶紧去支援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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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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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找 快进去 快 telescope 快点 快が 急 不准备了 孟臣对不起 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就是你那个女朋友吧 她是我的敌人 不太像 进来 我安慰你心疼 谢谢 天狗刚刚来电话 想约你谈谈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这次貌似是帮了她 伤了她的手臂 也算帮她 不止如此 她就是那个 一直等着你的姐姐吗 到此为止吧 我们的爱情吗 我爸不在了 但她的遗愿 我一定会完整 我养父 已经不再逼着我 去抢那两本书了 你相信 她是我们 父女两代人的 救命恩人 也是辛辛苦苦 把我养大的人 我杨母 死于仇人的乱棍之下 被打死的 所以你不能背叛她们 她们是不会放弃 还原轻日的 我和她们之间 迟早会拟死误活 我好像说过 我不会允许任何外国人 来抢我们国家的东西 不管她是谁 华人子弟念书的事情 由我来负责 你走吧 离开上海 否则的话 只会有更多的痛苦等着你 好 爸爸 Grace 有什么话 就说吧 那批永乐大典 是 你是想让爸爸放弃 爸爸已经妥协到让你退出 没想到你还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怎么可以退出呢 你们都是我爱的人 我不帮你们 就要帮他 你是知道的 爸爸为了这件事情 筹化了多少年 这批宝藏 用尽了爸爸后半生的全部心血 这不是应该数中国了吗 中国人 能保得住吗 汤狗 和武沙能保得住吗 Grace 这是个弱肉强势的世界 强者才配拥有它 中国人连自己的土地都守不住 不过文明 爸爸 我毕竟出生在这个地方 您能够尊重一下我的民族感情吗 你的民族感情 和你对爸爸姐姐的感情 哪一个更重要 Grace 爸爸对你真的很失望 好吧 我尊重你的民族感情 Merry 送他走 爸爸 Grace 走吧 既然你选择了爱情 你就放弃了我和爸爸 爸爸 下车吧 爸爸 爸爸让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和我们家族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希望 心疼了 我跟Grace一起三年 我们没有那种关系 但她是我的朋友 我知道 其实你爱的人是我对吧 那当然 那当然 这么爱我 不打算送我礼物吗 可以 上卷还原金律在什么地方 走吧 带我去拿 我知道在哪儿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肯定拿不到 为什么 因为那本书在Tango手上 她一直随身带着 Tango这次用了她的诡异步法了吗 没看到 我们刚到她就跑了 何彩在吗 在 孟臣伤得怎么样 那个 孟臣伤得不轻 不过好在她伤得也不是主要部位 千尉 代替我去看看孟处长 好的 什么意思啊 你以为这样就能把你洗白了吗 你放心 我不会揭穿你的 你得到的情报有误 据我所知 马剑三并没有得到下卷还原金律 小心啊 慢点 慢点啊 好了 你们走吧 不用逃抢 是我 我不是叫你别来了吗 我没办法了 我没办法了 我知道这样让你很为难 我本来要去找贺东 可是你跟我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何彩已经回家了 马剑三并没有找到那本书 那本书去哪儿了 既然贺彩现在已经回来了 我们一定要借助她的力量 那可是我们又进不了贺府 我 冯范 你去把宾馆金律给我叫来 我写封信找她送给何彩 好 好 什么事儿 请进去通报一下 我是二少爷的朋友 找她有点事儿 等一下 外面有个二少爷的朋友 说找二少爷有点事儿 我去吧 就是她 就是她 您是二少爷 你是 二少爷 您的朋友偷我给您带封信 给 谢谢了啊 何彩武兄 下午三点 西条路南岸咖啡馆一叙 兄持一本电影画报 弟自来问候 弟风一顿首 王爷 出什么事了 没事 你有事没事我看不出来啊 是不是那个来找贺彩的人有问题 贺东 老爷子已经不在了 如果你再犯一次糊涂 把我们都搭进去 那老爷子的词就没有价值了 好 贺东 连老天爷都在帮你 快交给马建三 不行 怎么不行啊 弄不好会把老二搭进去 马建三本来就在怀疑他 那你更要交给马建三了 万一老二有问题 就把你连累了 他是我弟弟 爸爸已经不在了 不能把他也 他是你弟弟 他把你当哥哥吗 你还记得他一回来怎么对你的 贺东 你现在还替他考虑 不行 绝对不行 先生 这疤痕这得还行吗 太好了 厄副处长 你离副局长又进了一步 可是他为什么找你弟弟不找你 他不相信我 现在谁都知道 是我 把我父亲从家里带走的 贪狗是一星期前到的上海 你弟弟是昨天到的 而且说是从日本回来 这两件事孤立的来看 没什么问题 可连在一块儿的话 就有些可疑了 马先生是怀疑 你弟弟 我们都看到了 贪狗袭击孟臣的时候 贺彩和我一起到了现场 表面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可是谁都没见过贪狗 也就是说 谁都能冒充贪狗 他为什么要冒充贪狗呢 为侦探狗洗清身份 你也不用紧张 我只是怀疑 我知道 我会去验证他 探狗的右手臂上有一道刀疤 明白 好了 你走吧 封家兄妹的事你就不用参与了 是 哥 刚才谁来找我 不认识 说是你的一个朋友 我让他明天再过来 那你刚刚去哪儿了 我去看看孟臣 护士说他出院回家了 爸走之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你指的什么 妈为什么说 你把爸带走是为了救我们全家 老二 爸爸的死 我的确有责任 但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办法 本来我想带着他和妈妈一起离开 但是我们家已经被包围了 根本出不去 所以你就带他去了六十八号 如果我不带他去六十八号 我们家一个都活不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被他们抓起来了 我答应他们 从爸爸的口中套出一本书的下落 他们就带我去见了爸爸 在常青帮 你怎么知道 我见过那个叫汤果的人了 爸说出了书的下落 当然没有 他让我假装真心投靠马剑赛 想办法拿到那本书 他还交代 千万不能让书落在马剑三 和日本人的手里 他相信你了 贪狗从常青帮把爸救出来的时候 你也在场 为什么没出手 这才是你真正想问的吧 你怀疑我 不是 只是想知道为什么 因为 孟臣当时就在边上盯着呢 你不相信我 老二 你愿着冲 marked 你不相信我 我的灵害 我为了 还你给你 我把我法理好 我得讨厌 他们还要日子 我去哪儿 我呀 欠老师 在一个土豆 好 我知道了 贺东说 贺彩的手臂上没有刀疤 家马术 这边可以排除 贺彩就是胆口了 嗯 但是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也许我们 很有可能会多一个敌脸 此人极傲不逊 他父亲又死在我们手里 如果不尽早除掉他的话 将来会有大麻烦 贺彩的替身找到了吗 贺彩的替身找到了 是他吗 是不是他 香 我们要不要进去啊 是 是 我们要不要换件衣服 那赶紧的呀 两位请 来 来 请问是贺先生吗 我是 你是安徽黎春的丰兄吧 好 请坐请坐 好 请坐请坐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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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看见 你还不错 借我 你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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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错 你还不错 一门 你还不错 隐瞒这么久的身份 而且一点马脚都不漏 看来封先生和封小姐的心理素质 真是令人钦佩呀 最终不还是没有 掏出马先生的手掌心吗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就是先礼后兵 对封先生我也不想例外 好 为了表示诚意 马先生能不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咖啡馆 贺彩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朋友 我希望封先生和封小姐 也能成为我的朋友 我能和他谈谈吗 为什么要和他谈呢 你不是跟贺洞更熟吗 你现在都已经成为贺洞的顶头上司了 我不是怕你多想问 了 告诉我还元精力在那里 我可以让你们见面 让我考虑考虑吧 考虑多久 不确定 不过我可没什么耐心 明天我要大办老爸的丧事 有头有脸的人都要到场 这个丧酒不好喝啊 我估计他已经知道了 贺太炎死之前 关在咱们这里的事 那就不去 还给他脸了 不去可就真的把他们得罪了 去还是要去的 书庭 吩咐下去 所有去后府的人 记住四个字 谨言慎行 万一他们故意找茬 然而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一驱躬 再驱躬 三驱躬 家属答谢 请节哀 谭言兄啊 你怎么说走就走啦 你连声招呼 要不跟我打你就走啦 太炎兄啊 一驱躬 再驱躬 三驱躬 三驱躬 孝子答谢贵宾 孝子答谢贵宾 你忙去吧 马国文 是何家老二是来者不善啊 常青坊今天怕是要出丑了 怎么了 常五爷 你害怕他 我怕他 何总怎么说也是您的手下 我瞒您说 我这是给您面子 他是我手下 您也是我朋友 而且还帮我办着事呢 以后这句话 那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常青帮啊 这回算是做了缩头乌龟了 打不还手骂不完狗 还真挑不出毛病来 是 家父不幸意外离世 有劳各位亲朋 大哥 我说两句 各位朋友 我是贺彩 离家日久 很多人恐怕都不认识我了 那没关系 我只想告诉大家 在座诸位 是我请来的 跟我大哥 没有关系 我请大家来 是想宣布一件事 我这趟回来 是专程来报仇的 家父并非意外离世 是被奸人所害 背后中一枪 双腿中两枪 连舌头都给人割去了 这口气 我贺家绝对咽不下去 所以从这一刻起 不管是谁跟贺家有什么过节 只要能提供情报 就是我贺家的恩人 我贺家世代铭记 如果有人阻碍我报仇 或者袖手旁观 那就是我贺家的仇人 我和他势不了力 这位兄弟有什么想法 赫尔少爷 口气有点太大了吧 上海滩那么多大亨名流 袖手旁观得多了 名流大亨 你不认识啊 不认识问你嫂子 你嫂子都认识啊 兄弟遵行大名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常青帮廖君彪 这是我们少帮主 常五爷的儿子 儿子 我记得我走的时候 五爷您还没儿子 怎么短短六年 就出现个儿子 还长这么大 二少爷 说下了 这廖君彪 他是我的义子 义子 不是亲生的 那就好办 廖兄弟 你活不过今晚七点了 老二 太嚣张了吧 常五爷不用太介意 我家老二开个玩笑 谁开玩笑 兄弟们 两家伙 别动 别动 老二你过分了 我过分 他怎么说你老婆的 你没听见吗 不管他以前干什么的 他说一句话 在这里 你就是个人 在那儿的 你根本在哪儿 各位 帮我做个见证 今晚七点 不是他死 就是我死 我叫Tango哥 我一直替我爸爸找点书 明刻把还原经略上卷 把东西放下 我去杀了他 兄弟们 无论是谁杀了你们 我都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哪三个日本人杀了你们的人 然后Grace杀了那三个日本人 是你干的 如果你们能喝倒了我们的话 书 就归你们 爸爸 但你一定要帮爸爸拿到那两本书 你们把它护送到上海 都无杀不管 我可以给贤兄妹提供一个安身之所 刚出了狼窝又进了虎口 把这本真迹放在这本合定本的下面 绝地三尺 也要给我把它找出来 我们要找的是这本书的明刻版 你什么玩意儿 唐青帮 少帮主 廖军镖 最近没事做 来给我做过速手吧 六十八号 我让你尝尝尝尚方主的拳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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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请马剑三先生跟我去一趟六十八号 我要做一个就职演说 爸 爸 爸 我们爸在哪儿 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父亲 在这一刻之前 我们是好兄弟 那是我父亲 让我把他招到这儿来 这事还用后 张启义 张小如 就算你杀了我儿子 杀了我权驾 我也不会告诉你 完原精略的任何线索 爸 拉大嘴敲开 不能让他死 爸 对不起 你接接我的目的 就是为了还原精略 但是我爱你是真的 父亲在哪儿 以及 及鸽难咖啡馆楼 不ין 快交给马剑三 封先生 封小姐 终于找到你们了 大哥 我说两句 我请大家来是想宣布一件事 我这趟回来是专程来报仇的 从这一刻起 不管是谁跟贺家有什么过节 只要能提供情报 就是我贺家的恩人 我贺家世代铭记 如果有人阻碍我报仇 或者袖手旁观 那就是我贺家的仇人 我和他势不了力 这位兄弟有什么想法 贺尔少爷口气有点太大了吧 上海滩那么多大亨名流 袖手旁观得多了 名流大亨 你不认识啊 不认识问你嫂子 你嫂子都认识 兄弟遵行大明 行不更明 做不改姓 常青帮廖君彪 廖兄弟 你活不过今晚七点了 老二 太嚣张了吧 兄弟们 两家伙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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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 你过分了 我过分 他怎么说你老婆的你没听见吗 不管他以前干什么的 进了贺家的门就是贺家的人 得罪贺家的人就要付出代价 常五爷 我听说我父亲生前被人关起来了 是关在哪儿了 各位帮我做个见证 今晚七点 不是他死 就是我死 精彩 当年上海滩混是小魔王 真是名不虚传 既然这样 我们大家 就给二少爷做个见证 我也想见识见识二少爷的手段 现在十点 你还有九个小时 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抓紧办法 叶峰 送客 走吧 吹不你叫 看你怎么杀我 走了 见过嚣张的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 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地 砍掉我们一条臂吧 看来他和谈过联手了 这拳 全程不空 助长青帮一臂之力 给常务爷打电话 只要他能杀了贺彩 咬枪给枪 咬人给人 这些防毒面具非戴不可吗 万一贺彩和Tango联起手来 没这个东西还真不行 能行吗 来 戴上吧 你会讨过脑子 蓝中双是女后的 你们要紧张的 如果却是杀了 我们下来 是温会儿 你们有个小时 你差不多到哪里 就被他拉过去过殿 你也是警察 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 你怎么知道的 哥 这件事你别查什么了 我不查手行吗 你想把一家人都拖进来 我们一家人早就拖进来了 老二 咱这话说太大了 今天晚上要是杀不了他 咱以后在上海滩就没法混了 我说过要杀他吗 你亲口说的吗 今天晚上七点 他必死 我是说他活不过七点 可我没说我要杀他 号位号位 客家二少爷力挑长京八 今晚七点 绝杀料金镖 万一以后我找不到你怎么办 你可以登报纸找我 怎么找 如果我知道你做着一件 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我一定会出现的 就要是他 我一定要来 舍帮主 害怕了 别紧张 咱们长青帮啊 现在可是龙潭狐穴 只要他们敢来 就休想回去 你不是说他挺能打吗 就算他们批卦门 所有的人都来 也不足咱们的五分之一 来一个 我灭他一个 喂 常务爷 他们去了南岸咖啡馆 继续帮我盯着他 盯紧点 好着 都布置好了 所有街道 全都布置上了人 走了 这是又要上哪儿去啊 去我哥家 来 上你哥那儿有干吗去啊 讨张护身符 老二啊 快进来 何栋啊 老二来了 半路车坏了 弄了一手油 那我给你打喷水洗洗 怎么突然过来了 你想清楚了 我怎么觉着 是有人想借长青帮之手 除掉你呢 不会吧 有人要除掉我 来 洗洗 这是椅子 我想要除掉我的人 一定是怕我报仇 不过现在简单了 谁想杀我 谁就是我们的仇人 我去把水倒了 我去把水倒了 哥 跟我出来一下 阿rites 专门 大家都说你结婚之后变了很多 李铁锋说得吧 说%,说иц bro 如果把剑三知道我手上有伤 听我的 跟我李采霞离婚 好吗 谁 drilled 你手上的伤疤怎么来的 别问了 真的是他 真的 他刚才进我家洗了烫手 我亲眼看见他用手上有道疤 我知道了 来 喂 常侯爷 喝彩就是贪狗 所以 这个人你不能杀 来 二师兄 朝常青帮老底的活 就交给你们了 这活我还干 老本行 这事办得好再给你五十万 好 好 远超还要进屋子 好 廖青标在你家 伸 细形体伸致 什么情况 给您送杯茶 什么情况 给您送杯茶 好 大 大侠 把箱放下吧 如果你敢喊 下一秒就不再人事了 有红酒吗 有 五爷 贺彩来了 多少人 就他自己 就他一个人 是 是 是 我不是来杀人的 我是来和常侯爷喝茶的 礼堂主不欢迎吗 他是负责保护文物的 我是负责抢夺文物的 我们是天敌 但是后来 我一次又一次地 从他手上夺走文物 其实并不是为了夺文物 而是为了见到他 我相信他能感觉到 我自己是为了不认识的 你这就是为了夺文物的 你这就要是为了夺文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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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紧张了 我听说你这儿有好茶 来讨一杯尝尝 顺便跟您谈谈合作 合作 你不杀我儿子了 如果合作谈得成 当然不杀他了 可这报纸都登出来了 大不了我登报 说我在吹牛呗 二少爷 请吧 你不杀我 怎么合作 很简单 我想请五爷 把长青帮帮主的位子 让给我 我说二少爷 你不但牛皮吹得比别人大 这玩笑开得也比别人好笑啊 我没开玩笑 我很真诚 你真诚 你当然真诚 让我把长青帮帮主的位子 让给你 换我 我也很真诚 当所有的误会都解除了之后 当我们终于可以 真心真意地相爱的时候 但你一定要帮爸爸拿到那两本书 你接近我的目的 就是为了还原金队 他啊 看过有什么事 你等一下 双帮主 你还在吗 双帮主 你还在吗 废 废话 什么事 您没事就好 还没事就好 伍爷 要不这样吧 咱们各退一步 怎么个退法 长青帮的帮主还是你当 至于廖君彪呢 我也不杀了 我就登报说我在吹牛 不过我有个条件 你长青帮上下都得听我的 那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了 这么一来 你还是长青帮帮主 不可能 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 没有 好吧 那算了 到七点了 双帮主 七点到了 你什么意思啊 催我上路呢 不不不不 您别误会 大侠 七点过了 我 是不是就没事了 双帮主 又怎么了 外边啊 有一个拉黄包车的 给您送来一个包 包 什么东西啊 是一块布 李唐总检查过了 布 是 下不住 给 二 recherche 谢谢 这是什么 丹果夫 七天已过 我儿子安然无恙 茶是真不错 可惜了一条命 告辞了 李堂主 我的枪 我猜你也不会还给我 算了 先帮我保管这吧 二少爷慢走 没事 五爷 你的长青帮我是要定了 好 先帮我打扫干净 走 谢谢你 谢谢我 谢谢你听我倾诉 一直以来我都很想找个人听我倾诉 可是听我倾诉的人 不可以是个活人 不可以是个活人 双宝主在房间里 没事儿 这赫家老二出去几年学会吹牛了 我看他这回连往哪儿割 完了五分钟 但配合他天衣无缝 すご要有没有了割 是你的当中的作品 是个活人都多了 我看你 半个月 我去看你 这边都是文字的 你帮你做什么 这边都认识啊 我能把明晨练 那边有钱都没有找到 这边在哪儿 神经的 教授 什么情况 李彩霞 这个蠢女人 竟然被贺彩利用了 贺彩 不是汤狗 贺彩特意跑到贺董家 让李彩霞看到了他受伤的伤 他知道 只要我们怀疑他是汤狗 就不敢对他杀杀手 贺彩和汤狗联手杀了廖俊彪 他怎么知道 李彩霞一定会把他手下的 有罢的事情告诉您呢 花光马先生 跟丢吧 窗户 在哪儿跟丢的 城江路口 好 我知道了 你 你 吴爷 别 别追上 喂 长青帮 我是马剑三 转告长吴爷 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何彩 我还是那句话 要人给人 要枪给枪 好 吴爷 马剑三来电话 说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何彩 要人给人 要枪给江 叫上所有的弟兄 灭了何家 走 走 快 快 走 走 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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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是阿宁 我从业十五年 从来都是要财不要灭 说 金库在哪儿 在 在后边 带我去 走 自卫已经进长青帮了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 嗯 准备好了 不急 等我喝完这杯咖啡 大破长青了 二少爷您请 站住 让开 快 好 让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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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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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主不好啊 离走之后 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帮人 带着防毒边军 混进了长青帮 放到了咱们留守的兄弟 把您的金库给搬空了 再给我说一遍 离的金库 咱们长青帮的家底儿 被人给搬空了 走 慧子 走 走 走 快 走 主席 快找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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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太过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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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不用不用不用 自己来 我来帮你 他里面还有很多 你快去 快去 快去 好好好 这是我从业十五年以来 最过瘾的意思 大哥 大哥 金库已经搬空了 不是 你仔细找了吗 搜遍了 能拿的都拿了 哎呀 再进去找找 进去找找 去 去 主人来了 快走 快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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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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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言 快走 快 三门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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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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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诃 五约 跟他们拼了 走 开门 王主 我们被包围了 把门给我打开 老子跟他拼了 他不鼓励太强 我们打不过他们呀 不然老子就跟他拼了 吴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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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青帮所有的财产被盗 常务爷现在被困长青帮 长青帮连续是批我们的武备 怎么会 喝彩果然厉害 那我们现在怎么救长青帮 我们救不了长青帮 如果没有别的办法 我认为此时有一个人能解长青帮之围 谁 马先生希望我如何解长青帮之围 长青帮对我们还有用 只要暂时保住他们就行了 我尽力 我忍 Tay 穷州长 谭城市 有 大小快 孟处长 手好点了吗 我是来我旋的 好啊 我也想解决 可他们不开门不行 开门吗 看我的 看我的啊 常务爷 我是周机长 快开门 孟处长也来了 快开门 开门 常务爷 快开门 开门 无焉 真要开啊 打开 开门 把门打开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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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赵机长 孟处长 请 五爷 是 还是不懂得尊重人 怎么不请我 好 您请 坐 周局长 来调停的不是孟处长吗 来来来 孟处长 你坐这 你坐这 我局里还好多事 忙着呢 六十八号也不能群龙无首 你好好谈 我一会儿派车来接你 记住我的话 何为贵 忙 忙 推忙 孟处长 请 双方都有什么条件 谈吧 常务爷 我想你不会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为难常青帮忙 我认真是 我认真是 他这就很难忘了 我认真是 长青帮归我 那不可能 既然双方谈不拢 那我先走了 你们继续打吧 何彩 你呢 我 我奉陪 长王爷呢 我吧 只要二少爷把长青帮的财产还给我 这得实行 可以上来 既然五爷你退一步 那我也退一步吧 长青帮归我 这是我的底线 不过帮主的位子 还是可以你来做 只要你听我的就行 这样吧 不着急做决定 各自回去商量商量再说 我 不用扶我 你回去吧 知不知道谁向我爸开的枪 重要吗 那是我父亲 别拿复仇当幌子好吗 知道孟叔在哪儿吗 跟你没关系 我可以替你去找他 你以为你什么都做得到吗 赫伯伯的死你还没有教训什么 你走吧 梦辰 他很爱你 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梦想吗 我正在做 我爸现在生死为薄 顾不上那么多 梦辰 你知道我相信你 到了国外 到了国外 我才感受到国家究竟是什么 是刮不断的血脉 梦辰 坚持你的理想 你坐吧 你知道风家兄妹在哪儿吗 我一直在嘉阳上 外面的事情我不知道 两位请 终于又喝到马先生的茶了 我是很有诚意 与贤兄妹成为朋友的 条件你们开 马先生 这件事的确让我很为难 风家替人守护这本书 已经多年 如果这本书在我手上丢了 这样吧 你们再考虑考虑 回去商量商量 你们的房间还给你们留着 你们可以回去休息 先谢过马先生了 告辞 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特别是 要给他们机会去拿还原经历 明白 哥 他们什么意思啊 他们已经知道这本书 在仰行里 但却不知道具体在哪儿 想利用我们把书找出来 那这本书在哪里啊 刷刷他们 怎么刷啊 可是哥 耍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呀 告辞出他们眼前的位置 我去了 他来了 他来了 我 鸡饭那儿 别让他拿出来 快去睡 冯先生没睡啊 睡不着出来活动活动精 行行行 那你慢慢活动 小心别闪着腰啊 会说话吗 会说话吗 我会说话吗 你会说话吗 我这局长关心你还有错啊 谢了啊 行行行行 你慢慢来 黄叶军 冯先生 这么晚还没睡啊 睡不着就来 好等好等 同道众人 正好你也没睡 到我那里聊聊天怎么样 可以啊 走 走 冯先生 请坐 好 谢谢 还原精略 没想到关岳君也有这本书啊 还有冯先生的那本是相比 一简不及 我可以看看吗 好 看来 看来关岳君对这本书的秘密了如指掌吧 那当然了 我这里有煽好的清酒 叫他们送点花生米来吧 好 那今天我就尝一尝关岳君的清酒 下等 快快 轻点 站站站 快点快点快 好 好 冯先生 我们这本的清酒怎么样 非常不错 不瞒关岳君讲 我还是生平第一次喝清酒 哦 那黄先生还是慢点喝吧 清酒虽然度数不高 可是后劲很大 哦 是吗 不知道关岳君能喝多少 一点点 哦 一点点 太谦虚了 来 关岳君 我敬你 来 干了啊 干 再来 来来 干 来 许长 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来来来 我来 冯先生 还行吗 还行 来 继续 来 我给你倒上 嗯 关岳君 我们再来 整个台阶底下都怪被我掏空了 什么也没有啊 你上当了 周局长 他们那是在耍猴呢 耍猴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他们记错地方了 周局长 你总是能把汉语的魅力 发挥得淋漓尽致 没什么 你要是多读两本书 也能到这种地步 淋漓尽致 这些人都不在这儿 你能把汉语的魅力 也要去尽量 你也要去尽量 你也要去尽量 这些人都要去尽量 你也要去尽量 一直很想亲亲 可是令尊看不上我 难道二少爷 看得上过长青帮 没问题 以后长青帮 为二少爷 马首实战 痛快 五爷 您放心 事情一解决 钱我会一分不少地 还给长青帮 二少爷也是爽快人 从现在开始 二少爷您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二少爷有了长青帮 和批挂门 我相信以后没有人敢 不给您二少爷面 何才 看来你是不想让何家 有一天的安生日子过了 你爸活着的时候 就不让你们混帮会 你倒是孝顺 你爸下葬当天 你就大破长青帮 还当人家什么帮主 妈 我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给爸报仇 我只想让我们何家 能太太平平地生活 你爸他已经不在了 要是你们再有个什么万一 你让你妈怎么活呀 我现在就给你两个选择 要不和长青帮 披挂门断绝关系 要不就和何家断绝关系 你自己选吧 不好选是吗 好 你不和班会断绝关系 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 哥 你醒啦 慢点 慢点 哥 你怎么跑他那屋喝去了呢 我可知道你喝多了什么样子 你吐了人家管月川太医屋子 你不喝了 太好了 还好呢 又不是人了 我书拿不到 我恶心死他 书在他那儿呢 我不想把他关多了 我把书拿走 没想到没喝过他 你酒量不是挺大的吗 他那句我喝不惯 开始喝的时候没事 喝着喝着就晕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官员应该没有发现 那本书就是真机 他只要一出门 我们俩就动手 嗯 哥 他出来了 关月君 我手表拉你房间了 我手表拉你房间了 decimal人了 跑步开 哥 叔呢 拿着了吗 找不到了 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我要知道去哪儿 我不知找到了吗 那怎么办哪 艾哥 他是不是给马进三了 关月军这么快就看完了 每天睡觉之前就看他 马先生 请坐 关月军也在这儿啊 我刚才去你房间找你 门没锁进去之后才知道你不在 冯先生 事情考虑得怎么样 姿势体大 我还是拿不定主意 关月先生 这茶真好喝 再过来点呗 谢谢啊 快点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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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让他栽个跟头了 走 去把商卷取回来 不 你爸说得对 现在杀他不是时候 玛丽 如果是你 你会把那本书总放在身上吗 达威 跟我来 达威 勇敢一点 你去吧 不 还原 精略在哪儿 我不知道 跟我说实话 我就放啊你 我一直跟你说实话 为什么替天狗隐瞒 我没有帮他 用你的鼻子把他找出来 就在这儿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这个诸葛床我们打不开 就像那个诸葛侠一样 厨房在哪儿 行了 别琢磨了 这样不也挺好吗 你住在这儿 行动起来也方便点 你说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守得住那本书吗 那得看你放哪儿了 如果我放在披挂门呢 要是碰上邵紫围这样的高手 也很难说 那还是放在身边比较安全 下午到时候还可以 不用坚定 就是真的 我在想 如果探狗知道了 他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我的诸葛庄 我 我花了三年的心血才做出来 就 就这么鸡腹子跟我劈了 我的诸葛庄 我的诸葛庄 我早就说过 你的作用不会比玛丽和葛侠的小 David 我奖励你一下 这 这不是奖励 我离工了 至少你应该给我放半天假 那好吧 那好吧 为你找几个同伴吧 一起庆祝一下 好 但是啊 当时你爸爸的面 替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 太不严肃了 爸爸 我这个要求过分吗 David 汤狗了解你的鼻子吗 不不不不 他不知道 除非Grace告诉他了 我们必须准备好了 如果他们知道了 上卷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马上会变成 他们的共同敌人 我们的信任 还是想想想想想有谁知道 导演张 Right 北斗 这还用问吗 那肯定是 这个绝杀廖军标的人 不管是喝彩还是沉默 我都希望 你们用自己的方法找到他 他爱喝什么牌子的红酒 不知道 野猫只是说他爱喝红酒 爱跳汤狗 至于喝什么牌子的 由于电报字数有限 我没有问过他 学长 能不能发电报问一位北部的人 那边能喝到什么红酒 给我两瓶蓝豆红酒 好 给 寄到三连四的账吧 好 好 您的酒 嗯 再见 嗯 他就住在海岩饭店 三零四房间 海岩饭店 三零四房间 海岩饭店 有什么话就在外面说吧 那本书是不是在你那儿 你那本书 如果不是因为那本书 你会来找我吗 如果那本书是我的 我可以送给你养父 可他不是 我没有权利拿他来冒险 还记得我在沙漠说过 我可以牺牲生命 牺牲爱情 可我一定会守住 我该守护的东西 你守护的东西 与我无关 我已经牺牲了我的爱情了 我现在只想保护我的亲人和我爱的人 你做不到了 除非你离开 等风平浪静以后再回来 风平浪静之后 一切还在吗 一切还在吗 你们谁都不愿意放弃 我谁都说服不了 好吧 大家各做各吧 谁也不要管谁了 谁也不要管谁了 这个是我自制的汽油蛋 只要沾着火星就找 我去找马可三喝茶 这交给你了 是在抱歉 我和我妹妹的意见 始终不能达成一致 所以 这样吧 我们约个期限 你们兄妹已经回来两天了 明晚之前 要是再不能给我一个 明确的答复的话 那就别怪我对不起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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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来了 恒山小春的房间着火了 快 快去救火 马先生 要不要我过去帮帮忙 不用了 交给他们就行了 我们还是接着喝茶吧 没想到 他们只在门口站了站 我原以为 他们怎么也会离开房间 哥 是不是马尖森发现了 没有 但是那个蒙前薇 喂 喂 马姑娘 你得来一趟局里呀 周记长有什么指示啊 指示谈不上 指示谈不上 马姑娘问我有什么指示 你说这老马还挺有意思的 有什么事啊 是这样子的 马姑娘 情况有点复杂 我和关岳商量了一下 这次行动恐怕得调查 关岳在吗 让他听电话 啊 小将 汤果就在寒烟饭店 距离皮管门很近 一旦打起来 荷载和皮管门很有可能会上手 你们在六十八号等我 我马上过来 你要去哪儿啊 我回一趟六十八号 你在这儿等我吧 你现在是什么事 都不想让我知道了是吧 你多心了 前薇 那走吧 一起去 算了 我还是避嫌吧 而且我今天也不太舒服 等着我 梦千威怎么没跟马奸三出去啊 太危险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想办法把贺彩调出披挂门 对啊 怎么才能把他调出披挂门 有一个人可以搬到 谁 他哥哥 贺栋 关岳君 如果让你和贺栋联手的话 你能保证万无一失吗 为了保险其间 外围在家一百名强袖 好 关岳君 接下来就靠你了 记住 要活的 要打腿 生情 留活口 是 周全 你好好配合关岳君 是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肯过找到了 他在海燕饭店 周全让我和关岳联手拿下的 这个机会太好了 要我提前先把老二调出披挂门 那本书不在陈某手上 哪还能有谁呀 我们现在去亨利住所一趟吧 现在啊 对子卫来说 白天晚上没什么分别 哪位 到我家来一趟吧 叫上铁蜂 我想跟你们聊聊 聊什么 很多事 什么时候 就现在吧 现在不行 我们有事要出去 如果不是很重要 我希望你还是来一趟 你一个人来也行 好吧 我哥有事找我 要不你们自己去吧 等我到了之后再行动 好 我知道了 贺彩和李铁峰都离开了披挂门 管岳京行动吗 快 海燕饭店 立即带一百名化妆好的兄弟 包围海燕饭店 配合管岳先生和贺洞 是 老二 快进来 嫂子 你哥呀 本来跟你约好的 但是临时有事被电话叫走了 你坐在那儿等他一下啊 我给你冲杯咖啡 来 尝尝嫂子冲的咖啡 怎么样 国内能喝到这种咖啡不容易啊 这种阑珊咖啡啊 是轻易搞不到的 我接触过像你们这种 海外归来的人 一般的咖啡也入不了你的口啊 你看过《茶花女》吗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那个玛格丽特 只是还没有得肺病而已 自从嫁给贺栋之后 我放弃了那些奢华的生活 可是人们却还用那种世俗的眼光来看待我 说我是交际花 真的啊 真的 刚好啊 我也很喜欢这本书 我不仅看过法语版的 还看过歌剧 我歌的确有点像痴情的阿尔蒙 可你 怎么看都不像忠贞的玛格丽特 我 你什么意思啊 贺才 那天你说的那番话 嫂子很感动 什么话 就是廖君彪在骂我的时候 你说不管他以前是什么身份 只要他进了贺家的门 就是贺家的人 嫂子很感动 自从嫁给你哥之后 我连贺家的门都没有登过 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 有一个贺家的人来替我说话 贺才 嫂子谢谢你 我哥也喝蓝炖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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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的地方只卖这一种红酒 你 Lynch 进入 何才 为了那些话 让嫂子怎么报答你都行 这些年 嫂子还没有这么感动过 今天是大哥约我来的 还是嫂子约我来的 他替我约你来的 他去哪儿了 谁呀 大唐经理 有位先生给你送来一样东西